诗云仙 诗云仙女35岁 广西人 广西桂林理工大学本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大家好 今天来到舞台秋之 对我而言是一个 急需勇气的一个事情 在过去五年的 客服及客服管理经验中 我深刻地意识到 服务正在走向白热化的阶段 也终将成为未来市场 竞争的主要筹码 相信服务意识 将不再紧挺 只是服务岗位的 必备的职业素养 拥有一颗 不好意思 有点紧张 拥有一颗 服务好受众的心 工作更容易走向尽益求金 希望在此寻求一份客服管理 以及各位企业家 认为更匹配我的工作 我的后半生 第一枪是否能打响 就看各位企业家了 谢谢大家 后半生啊 不然是三十五吗 对 你们只准备活七十 不错 按平均年龄 字写得不错 还好 这字写确实写得不错 非常漂亮 我觉得在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都没有超过他的了 就是我最喜欢认真的人 字写得这么好 肯定人很出色 没关系 这字我们也顶多 再能看三十五年了 刚才那段话背了多久啊 不瞒大家说 我背了好多次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上舞台紧张 所以上舞台求职 对我来说 是真的是一个 很需要勇气 就是因为短板 听说你晕车是吧 对 你是坐火车来的 对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在信阳 那你这里户口所在地 怎么在广西呢 我在广西 但不是再来信仰 你嫁到信仰了 对 你嫁得挺远的 一路晕着嫁过去了 对 那这个婚姻晕不晕呢 晕 真的晕啊 有点 你说婚姻现在有点问题是吧 对对有一点 还真让我猜中了 你现在跟孩子在一起住吗 在我妈妈那 你丈夫呢 在哪工作 他在温州 温州 对 你从广西嫁到信仰 然后他又去了温州 你们这样分离了多久呢 就是八个月单子 八九个月 是不是在这段过程当中 你会在对生活的期望 有一些没有达到 对对对 就是因为觉得不上进吧 也就是说你喜欢很上进的男生 对对 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的男企业家当中 有没有觉得很上进 你特别喜欢 我确实有喜欢的那个 立浩雅 我就知道 我猜就是 真的 我猜就是 我也猜到了 对 而且秋朗你知道吗 我觉得云仙 他这个人就是跟他名字一样 就是他声音听起来就是舒舒的那种 酥酥的 然后就是让我想起一个词 就叫什么 撒娇到女人最好命的那种状态 就随时说话就是那种 嗲嗲嗲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有点感冒 但是他的事实告诉我们 他撒娇没用 关键没有撒对人 不好意思啊 今天立浩雅也不在 这里一句话评价自己说 责任心强但有点黏 有点钻 这叫钻是吧 怎么说叫有点钻 我一般工作比较钻 钻业务 钻业务 对钻流程 就是客服这方面你很钻 对 你给自己的客服能力打个分数 一百满分你是多少分 我觉得可以打95分吧 九十几 九十五吧 九十五这么高 你是做旅游是吧 不是 我是主要做酒店服务的 邪程 邪程 然后 邪程是我们这个里头 电话服务做的最棒的 所以他在那个里头 拿到金奖 所以他说他是百分之九 九十五的话 对非常不错 举个例子好不好 嗯 最难应付的一个客户 你把他这个服务的很好 一八年的年 年初二吧 一位客人 他订了一个 一晚上五千多的单子 然后是订了六晚上 总共是三万多一个单子 到那之后呢 他旁边就有一个五星级酒店 嗯 才一千八 就是一晚上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投诉 觉得这个性价比不好 酒店同意给到他 就是退三晚 但是要扣三晚的房费 然后那个客人就觉得 你这是个欺诈行为 然后呢 投诉工商局报警 他报警 对 当时酒店那边已经有警察 然后还有那个工商局 都在做协调 也就是说退三晚 扣三晚 已经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 先生是这样的 你看哦 据我了解是你已经报警了 然后呢 再加上工商局投诉 才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对吗 所以相信你现在给到我一个 比较就是你的心理预期 如果是我给到的建议 是最好给一碗 扣一碗 就扣一碗 退五碗 因为现在你不要光看在钱上 现在是春节 你是带着一家老小出来的 心情很重要 对吧 抓角度 对对 心情很重要 他接受了 他说行 我就再过去跟他酒店讲 从下午两点多 酒店那边有警察 穿制服的 客人并不明白 里边是什么因素 导致警察过来的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酒店有安全隐患 那现在你仅仅只是一个客人的损失问题 对吧 但你面临的话会是更多的订单投诉 控制事态 对对 我说你应该是止损 不是继续跟他僵硬 然后我说第二个现在是春节 对不对 开张大吉嘛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 寻个好彩头 没错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个晦气 还有最后一点更重要 你看现在那个 就是 这算是政府的机关 在陪你一起 处理这个事情 对对 现在是大过年的 你哪怕说行 我是买你们的面子 然后呢 我给这个客人 买谁的面子 买那个工商局 对 因为你毕竟以后长期在那边工作嘛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给他们一个好的 他这方面还跟他考虑到了 帮他权衡利弊 对对对 他就被我收服掉了 然后就OK了 这个单子 我看一下我们的利润 我只要不做到补偿 我这个单子就是赚的 我也要考虑 我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 那等于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三赢 三赢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 一开始这种情况 我听下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处理 对吧 但是你最后 我觉得你最后讲那三点 非常好 就是对那个酒店来讲 你说有制服的人 在里面这样穿梭的话 对他的这个生意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他的 另外当你一直想讲 我觉得他说的 最有道理的一点是什么 他说这个过年 什么晦气啊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人之常情 他说你这也就算卖 当地机构一个面 对 这个说得很巧 你一下抢在我前面讲 我本来讲到第三点 最后这个 对不起我抢了你的 所以他的这个金牌 不是白拿的 非常不错 但我还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特别的情商高 然后又特别的负责 为企业考虑 对 而且他处理问题的这个技巧 非常高 我觉得企业能有 能有这样的员工 真的也很幸运 那我问一下 你今天来面试 除了旅游业的这个客服之外 其他的是类似于电商客服之类的这种 你干吗 OK 也OK 对对对 你接下来是 意向企业反而不是旅游业 不是你 松手AI和梦泉 所以你接下来是准备带着孩子 走到哪儿 就工作到哪儿吗 其实我妈妈有跟我讲 就是如果说 因为现在的交通比较发达 如果真是有很匹配的一个 薪资跟岗位的话 孩子最快的话 可以放心给他 然后我可以就是说 什么叫很匹配的薪资 到底是多少 没有 我本来选择一万二 但是后面我又怕 我表现 就是上台 因为我紧张 我怕我都还没给到 提这样一点 你就已经要给一万二 别人就 没事 现在你已经表现 第一炮已经打响了 你准备是多少 一万是可以 一万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男方 但是不是特别限制 行 来第一轮选择 薪赫雷 也全流 你认为想要扩大公司规模 是先大量招人 还是先把现有人员 把他培训金 认为想要扩大公司规模 是吗 要是我的话 我认为把人员培养 进一段会更有利于 规模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一批骨干人员 然后你在招人的时候 你才有更多的资源分配出去 去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培训 你说你 首先性能的人都没用好 然后你就去招一批人过来 那这个的话是资源上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还会给现任的丈夫机会了 又给让了 怎么又让他这个 不就这意思吗 不就你差不多的样子道理吗 是因为你给过太多机会了才成这样的 对已经不是 那就是准备招人了 对对对 开玩笑开玩笑 两位解读一下 我是觉得他的情商是蛮高的 而且他受我这种职业化的训练的 其实他在遇到一件题的时候 他并不是像其他的选手直接先给你个答案 而他会好好的再去阅读一下 并且再去表达出他的这种观点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 其实你第一轮就应该坚持一万二 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加自信一点 我希望你能有更好的一些表现 给到我们企业家 因为我看到你的意向企业 有法国孟权 我们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你直接去酒店或者直接去旅游 那你直接可以做个管理港 但你来我们公司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是跨行业的 这个你有之前做过准备吗 我是喜欢你个人 对对 我是可能是价值观或什么的 更多是喜欢你个人 你不是要面工作是吗 我有了解 对对 其实开始我有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 我一直在生病 我就觉得北京的气候 感觉有点受不过来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一定要在北方 你是不会去贺东东那儿的 如果在南方呢 那你考虑吗 那可以考虑 来 马瑞 我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给你一个管理港 你有能力胜任 把各个渠道的客服 有招聘能力吗 和带团队的能力吗 这个你有吗 我就是想突破字这一方面 我想说我有 但是我又怕 我现在没办法吗 然后给出给到您 你组建过团队吗 我没有 没有 好 那如果对于美妆产业 你愿意再继续的将心 比如你从一个客服 单独的客服做起 叫IP客服 就比如说是马瑞的 快速小店 跟马瑞的官方客服 就是你其实代表的马瑞 这种客服的管理 那通过你组建团队 然后再经过这样的轮升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薪资呢 我愿意开八千的 八千你接受吗 基础港 从基础港开始做起 可以接受吧 好 来 第二轮选择薛果流 还有七点的 谢盘 六八千 职位 客服主管 陈步恒 申福给到你的 是客服主管 同样是八千 工作地点是北京 或者深圳 陈维 每在当下给到你的 是我们美创学院的 客服主管的位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底薪八千 然后外加提成 任东白 给你的职位呢 是客服专员 其实你的能力 是可以适应 客服主管这个岗位的 但是对行业 可能不是很了解 三菲斯是我们 二零二零年 主推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马日IP 加三菲斯 那你的目前 进入到公司之后呢 你的第一部分的工作 是客服经理 但是未来 你的晋升的制度 和晋升的规划 是我们的整个的 客服主管 地点了北京和广州 温暖五四八精选呢 给你提供的指引 就是夜组客服管理 地点是在北京 很抱歉 就是不是在南方 然后公司是八千价 周围 就基本上 我不太正常说话的 不说话的 就代表我是看中的 那么多话 赶紧说 吴利浩阳没来 我在 我们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我们提供的职位呢 是客服主管 然后提供的薪资呢 是一万二起 有加的 然后我们的 贝斯的地方是在上海 在总部 就近距离 我就喜欢你那种下手就够狠 对 对 特别好 来 灭掉五斩 留下两张好好选 好 十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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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周围马瑞谈前不上感情 好谢谢 谢谢 新筹还有谈吗 这边八千那边一万二 不用谈了 不用谈了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个纸在上海吗 因为我们的科普中心总部在上海 你像一个神经中枢一样 都要上传下达 解惑答疑 所以你要跟各个总部的相关部门都在一起 不包住吧 不好意思我们不包住 不包住 对 这边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回答一个 有九十一 那个问题 哎呀你就讲嘛 讲师给他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加过工资 但是因为刚才你不加 什么不低于 年不低于十二万加 年薪不低于十二万加 年薪不低于十二万加 对 从事外可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 那对于我们这边 相当于它是服务于个人IP 一个新的全新的品牌 所以相当于是跟我创业的 你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我建议如果你要要他的话 你就别写什么年薪不低于十二万 你直接把那个八千先改成十二万再说 杜老师 因为我们的客服体跟其他不一样 我们这个家可能很多的 因为我们的家客服是要加饮 加家导物 马人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这个女孩子她做酒店和教育大客户的客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她如果做电商的客服 她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没关系 只要了解就好了 她不了解天猫 京东 拼多多 基本运营规则 很多东西它是完全新的 而且美妆成分 受前受后 它是完全是小白基础的 东东 东东 我跟你讲啊 现在大部分的客服 都达不到你这个体系 你这个体育就可以当科学家了 不是的 你知道一个成熟的美妆类的客服主管和客服经理 她这些东西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她是跨了一个行业 而且你们这个行业太专业化了 她是客宿的强项 所以我也很欣赏她 我真的认为周伟更适合她 所以我没有耽误你 虽然你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你 所以这个是她的选择 你加不加 不加就算了 我们选了 我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 我从来不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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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个性 好 来十秒钟 做出你的选择 我这个下面这个都是我自己 十秒 松鼠AI和得上文化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松鼠AI 去吧 我代表立浩阳欢迎你 谢谢 谢谢啊 直接搞一套底细啊 谢谢自己吧 好 谢谢 好高兴哦 谢谢葵老师 好 再见 谢谢 他们在问到我一些 就是管理上的 我确实可能在这方面有点欠缺 所以打上了 打得不是很好 但是也是多亏了图雷老师 就是说 让我放松下来 我觉得是 就是非常感谢图雷老师的 6 12 6 5